現在灣仔區議員全國議員都是議員制派 灣仔區都是議員制派 非常不同的地方 你覺得如果參選進去 帶來那些經驗的理解呢 這個就是我們初時一起坐下來討論的一個問題 但我覺得首先 如果進去的話 我們嘗試改變首先將裡面的會議議程 有些東西要公開透明化先 譬如我們現在看一些文件 譬如說灣仔重點項目 我們永遠看那些項目 不看那些討論文件 就是有人認爲 或者有議員認爲 組員認爲 我從來都不知道誰說哪件事的 有些人就說 譬如排球場使用率很高 然後轉頭下一次會議就說排球場使用率很低 我連誰說這句話想問他那個意見是怎樣 我都找不到的 我希望這些事情希望 如果可以在用一些最簡單的方法 或者最有效的權力下可以改變到是最好的 有沒有錄音呢 沒有的 在重點項目那裡是沒有錄音的 即是他只是在大會上 大會上是有錄音的 但在重點項目的小組的討論工程裏面 和很多小的討論工程下是沒有錄音的 但你提出這些問題會不會是那個秘書 或者做會議紀錄那個人是有點缺憾的 問得非常好 我們去過信 他沒有回覆 那我也看一下如果這樣的話 會不會有一個更加好的方式去讓我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用一個 我們無權無勢的一個小市民 我們雖然做了一個組織出來 但是我們作為一個公權力 和大家坐下來的都是一樣的 我們問他 他不給答案我 我也沒有辦法 這一刻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是這麼多 所以 你將來會有甚麼跟進行動 或者再說 你這樣說的 會不會是香港將來那個發展 成立一個檔案法 有一個很完整的system 一個系統去keep track 某些事發生 去將來做一個紀錄 給一些 例如歷史學家做一個研究 有一個第一手資料 這個我想去到立法會的層面的時候 首先 這個修正的立法的時候 我看一下內容才知道 不是說是黨的發展支持 如果他黨的發展告訴我 是封了的 我都不知道的 所以 希望有這種日後的改善 但是這個層面 應該未去到我們這個情況 和這個組織可以改善到的事情